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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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春天连云解了从省市中脱颜而出的读书人 这些人可谓是各州出类拔萃的学子 他们不远万里赴京只为一件事参加科举 看到这深深学子 秦桧暗纳不住心中的喜悦 自己的如意算盘终于迎来了大好时机 随唐以后 朝廷选官制度发生了重大改革 科举制度的诞生 终于给天下的寒门世子 开启了一扇读书做官的大门 在科举制度成为主要的选官途径以后 封建王朝的印子制虽然依旧保留 但与科举极地相比较 印封与捐官都算不上正途出身 换句话说 虽然官换子弟可以有更多做官的捷径 但是相比起考取甲科的进士来讲 还是相差很多 日后的仕途 一般也不如那些科举出身的真正学子 时任宰相的秦桧 深知其中的道理欲重要 虽然自己已经为儿子 在朝廷铺垫了做官之路 但是如果没有在科举中 获得相应的名次与称谓 最终还是比不了参加科举出身的学子 所以为自己的儿子博得状元投财 正是急功近利的秦桧想要得到的 到唐代的时候呢 它是分成两期考试 就是按照当时的那个权力的设计 它是由周县 这是一期 然后呢是到中央的礼部 这又是一期 北宋初年基本上也是这样 但是到了英宗的时候 它慢慢的就变了 就定成了三级考试 它增加了一个皇帝直接参与的考试 它叫殿士 那对应的最初的秀才 如果你再往上考 就是所谓原来的省一级了 省一级考完了呢 就叫举人了 再往上考呢 那么就是到了中央 就是所谓的礼部式 要是再考中 它就叫共试 共试里边呢 再经过筛选 其中一部分人呢 就参加这个皇帝主持的殿士 只有通过了殿士 这人就叫做进士了 当年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句谚语 秦门诸玉臭 只欠状元席 这句话正好切中了秦桧心头的隐忧 自己虽然身居高危 却西下无子 妻子的兄长王焕 将数处的儿子过继给了秦桧 秦桧为这个过继来的儿子取名为西 取光明绵延香火不断之意 但是以秦桧的资质想考取状元 还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于是老毛深算的秦桧精心布置了一个状元局 第一步就瞄准了主考官 科举在宋代啊 不只是一种选官的考试 在整个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那么一个读书能够考上进士 尤其是能考上状元 他是极其荣耀的事 所以到后来啊 说考科举不说考科举了 说考状元考进士 用状元考进士来指代考科举 秦桧他已经官知宰相 未及人成 他自己还是进士出身 但他总觉得家里边没一个状元 不能够光宗耀族 履历不完整 所以他希望自己家里能有一个状元 让自己的这个家的履历更加完美 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去考状元 开考必有考官 北宋初年其对科举制度做了多方改革 特别是逐步制定了防范考试舞弊的多种法律制度 宋代科举主事者称为知共局 一般由朝廷名望大臣担任 每逢科举主考人选可谓万众瞩目 为防止考官与参事者相勾结训思 宋朝的考官采取临时指定 由朝廷委派 凡被指定知共局的官员 接受命令后即刻驻进考场 并由专门负责的官员封锁 断绝来往 使考试者无法和考官会面 面对如此严密的制度 秦桧部下的棋局第一步将怎么走 正当众人对考官人选暗自揣测之时 中书舍人成敦后却遭遇了一桩歧视 这一日成敦后突然接到一份邀请函 细看之下才发现 竟是秦桧邀自己过府一叙 这封简明的请柬 却让成敦后激动不已 成敦后心里暗想 秦宰相能邀请自己到家中一叙 那是极其看重自己的表现呢 于是成敦后如期赴约 秦府的总管亲自出门相迎 成大人 非常抱歉 我家老爷公务繁忙 让小的先来伺候着您 您可以先吃点水果 我家老爷还吩咐 您在这里不要拘束 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 您可以走一走 看一看 我家老爷一得空 就出来见您 大人请 管家的一席话 让成敦后有些费解 特意嘱咐自己要到处逛逛 这代客知道未免也太过殷勤了 但转念一想 客随主便 反正自己坐着干等 也实属无聊 看看也好 当他走到客厅的条案前时 发现有一本装真精致的小册 放在显眼的位置 成敦后随手抄起翻阅 侧侧封闭上书 圣人以日兴为继父 自己便知道 这是一篇表达儒家知识观点的文章 阅读之下不由连连叫绝 文章写得不但有文采 而且观点详实 颇有鉴定 正在思量是谁如此有水平 猛地看见 文章结尾赫然写着秦熙二字 不由心头一紧 成敦后围观多年 对这些世家公子的情况也颇有了解 可从没有过秦宰相的宝贝儿子有才学 能写如此精妙的文章 除非这篇是别人代写的 但是这分明是秦桧的家丑 为什么无端透露给自己知道呢 种种想法分至他来 心乱如麻 成敦后很快冷静下来 或许秦桧还有别的用意 既然看了不妨多看几片 一来二去之间 不觉竟将全篇背得滚瓜烂熟 但是其中门道却真的不得而知 绍兴十二年也就是公元一四二年春的省市 未曾开考气氛已十分诡异 成敦后归家后惶惶不可终日 秦桧也一直按兵不动 未曾再找过成敦后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就在此时一道圣旨揭开了谜局 恭喜大人 日后必定会多出许多门声 但卑职多嘴一事 此次您顺利成为主考 最该谢谁呀 原来宋高宗传旨 命成敦后为此次科举的主考官 开考后秦熙作为宰相之子自然备受主目 但是学识平平的秦相公子却一反常态 应对考题落笔如行云流水一般 几场考试下来 众考官对秦公子的出色表现都感到不解 但有一人对此事心知肚明 这个人正是主考官成敦后 那日秦桧美其名曰 请成敦后府上做客 实则设计了一出一时三摇五臂之计 秦桧让成敦后无意间读到的圣人以日星为继父 正是官窍所在 成敦后只要把这篇文章命为考题 秦熙把作答内容倒背如流 成敦后必能从众多考卷中识别出秦熙来 加上这文章确实精彩 成敦后给予秦熙高分 众人绝无意义 这样秦桧一来可以以此考验成敦后的忠心 二来可以考察成敦后的领会能力 三来可以让自己的儿子有十足的把握 应对这次省事 管什么迷风藤露 也奈何不了秦桧此等妙计 胡明就类似我们今天许多考试 要把考生的姓名还有个人的信息都把它糊起来 密封起来 这就叫糊明 最初唐代就有这个做法 但是真正成为制度是到了北宋时期 就国家专门立法 明确规定所有的科举考试都要这样做 最初那是电视 然后那逐级往下扩大 一直到了省一级州县一级 考生入考场写的那个卷子 最初是用墨笔写的 然后呢 所有考生的卷子收上来之后呢 由收卷官呢 再雇一帮人 把这个考生的卷子呢 重抄一遍 抄的这一遍呢 就用猪色的墨 所以呢 到了明清之后呢 就分为所谓的墨卷猪卷 猪就是红颜色吗 也就是这个月卷官看到的呢 就不是原来考生的笔记 而是中间由专门雇的一些人 抄了一遍的卷子 这个呢 就叫腾路 所有这些做法呢 都是为了防止作弊 这一年 秦熙以省市第一年的成绩脱颖而出 在接下来的电视中也位居榜首 行贿设计的天衣无缝 城中后级朝廷颇多官员 都配合的相当有默契 秦熙仅差皇上侵点状元 这最后一关 秦熙的如意算盘 看似即将完美收官 此时 坊间也盛传着新科状元 非形象公子莫属的传言 甚至还有赌方 专门为此事开了盘口 一赔石 压秦熙夺魁的事情 那么所有进展 真如秦熙预测的一般顺利吗 过五官斩六将 胜败在此一举 祖宗之法高悬 秦相能否突围 君臣颜面在前 高宗另辟西京推唐 儿子状元之位如何落定 胜券在握之事 为何又起波澜 见证正在播出 《科场恩仇录》第一集 秦桧路由恩仇录 少兴十二年五月 秦桧停止进宫 高宗并未即可宣兆 而是故意令秦桧隔日再来 自从除去了岳飞 高宗觉得秦桧似乎越发跋扈 功高镇主是帝王大忌 皇上 秦相走了 宰相脸色如何 据奴才观察 亦如平日 听到太监的回复 宋高宗心重暗想 素来专横的秦桧 今日竟然对刁难无动于衷 丁是有事相告 坊间对秦桧 觊觎状元的传闻 也在宫中慢慢散播开来 宋高宗心里很清楚 此时秦桧的败剑 是状元这场棋局中的最后一步 启离离皇上 微臣有一事深觉惶恐 还请皇上定夺 秦相担奖无防 老臣的权子 一... 臣秦沿身便宜不妥 皇上 虽任人为贤 但不能 罔顾祖宗之法 臣 斗胆请求您 勿要为了权子破例 容您不计 就把他定而第二名吧 宋高宗看着朝堂之下貌似恭敬的秦桧 内心非常清楚 秦桧假意请求自己钦点秦夕为第二名 实则是委婉地提出 让自己违反现任官员参加科举 不能录取为状元的祖宗法规 直接钦点秦夕为状元 宋代允许在职的官员参加科举考试 但是有两条规定 第一条规定是什么呢 就是现任官员参加科举考试 不能够跟其他考生同场进击 必须另外有考场 他们的考场的考试叫索听式 所以现任官员参加科举考试 先参加索听式 第二条规定是 就是这一个现任官员参加考试 他成绩再好 水平再高 他到最后电视的时候 都不能被取为状元 也就是索听人不为状元 为什么这么规定呢 因为在宋代看来 现任官员他混迹官场 那么他们的人脉多 他们的资源多 如果他们跟其他考生同场禁忌 那么对其他考生是不公平的 因此科举考试的公正与公平来说 那么有了这两条规定 秦桧甚至秦熙已在朝中为官 不能强迫皇帝违反祖辉 强行录取儿子为状元 但又不能允许皇帝借此装糊涂 使自己的筹谋落空 以一场暗中对垒 拉开了心目 倾向多虑了 秦喜的才干 朕怎么不知道 不然也不会小小年纪 就再朝为官了 不用多久 秦喜势必成为我大宋的良才 自然是前途无量的 高宗一席话犹如一盆冷水 直接交到了秦桧头上 皇帝非常明确地 直指秦熙的官员身份 意味不能破例封他为状元 这一年殿逝 宋高宗钦点的状元 是一名来自福建籍的近士 陈成之 秦熙仅排在第二为榜眼 在外人看来 榜眼之名已是莫大的殊荣 恩赐待遇也明显优于状元 但这在秦桧看来 始终是一桩恨事 专横跋扈的秦桧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那他还将引发怎样的事端 谈指一回间 十二载春秋一晃而逝 儿子秦熙当年科举的失利 丝毫没有影响秦桧 再次寻找新的机会 绍兴二十三年春 索听考试开考在今 廉安又是一派喧闹 索听考试是专门为有关的人 举行的一种单独考试 参加的多是些世家子弟 今年未曾开考 就已经有两个夺魁的热门人选 传得沸沸扬扬 其中一人正是秦桧之孙秦勋 另一个是出身江南名门的陆游 遇上这样的对手 自然会成为秦桧心中的大恨 理论上来讲 状元和后面的这些人 在选官认官的标准上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你们都是晋士 你们都是天子的门生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给状元的就是类比于八品官左右 给其他晋士的就是九品官 但是最主要的区别往往就是 给状元的一些官职 给状元的一些官职 比如他会给一些汉立院编休 比如说东宫正字 这样的一些官职 这一类官职呢 本身他并没有什么 我们说都叫清职 都是这个清水的清 都是清职 他们一方面没有什么繁重的工作要做 另外一方面晋升也是非常的快 两三年基本上这个人在这个官职当中 就给提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状元和其他名次的 这个晋士之间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这时的秦桐已进古稀之年 此时自己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看到孙子光要门眉 他向各方施加压力 希望借自己的强权 将陆游压倒 以保自己的孙子秦勋科举之路 一帆风顺 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档口 事情却出现了不可控制的微妙变化 预决完毕后 考官们对秦勋和陆游 这两大热门人物的考场作答 非常关心 经常私下讨论两人的情况 比对之下 那些受过秦桐恩惠的考官 越发觉得尴尬 因为两人的水平实在是太悬熟了 陆游文采风流见识不凡 秦勋的考卷尽管事先有人带写 但还是和陆游不在同一个水平上 发生这样的情况 当届主考官陈志茂心里越发不安 夹在秦桐的强势和陆游的盛名之下 左右为难 陈志茂心想 秦勋和陆游的水平 诸位考官心入明镜 若是强行把秦勋置于第一 虽然众考官表面不动声色 但一旦有人将此事捅到圣上那里 此级必定会大祸临头 面对如此局面 陈志茂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陆游横空出世 盛名之下考官临阵变卦 秦向马师前提 重新谋划势必一血前耻 秦门状元梦能否成真 皇帝授意几家欢喜几家愁 习讯从天而降 竟俘获相依 新科状元转顺成阶下球 见证正在播出 科长恩仇录第一集 秦勋路由恩仇录 方榜当天秦桐祖祖孙三代 在家中端坐等待消息 直到管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秦勋才知道大事不妙 主人 此次 此次所定考试成绩出来了 怎样 公子 公子区区第二 那陆游拔得了头筹 陆游 陈直茂 秦桐祖孙三代 却渐渐理清了一个思路 即使用自己的权势 废了陈直茂 换成别的考官 但有陆游这样的强敌 也难保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秦桐甚至自己已经老已 老日看见孙子夺亏 手段也更加极端狠辣 为了彻底搬到陆游 他决定用遗迹重锤 并告圣上 陈得知 今次所听考试 第一名陆游 速日大胆狂辈 喜论恢复 此等狂徒 岂能为设计之功骨 还请圣上名剑 秦桐串通众臣 让众大臣以喜论恢复为由 在朝廷之上攻击陆游 目的是告发陆游 喜欢发表坚决抗金 收复中原的言论 秦桐把持的朝廷 主张与今和解 高宗不惜为此 杀害了大将岳飞 陆游的习论恢复 直接与高宗的决策相悖 而这一话题 也是高宗最忌讳提及的 秦桐抓住了皇帝的心理 以此为借口 就等于往高宗的心理撒盐 任由陆游声望再高 仅与朝廷主张议和策略 不符这一项 则足以让他不得翻身 果然如秦桐所料 高宗得知陆游 喜论恢复的政治主张后 非常气愤 庄元之明自然不会钦点陆游 秦桐轻松地就激化了 这位强大对手 让陆游的仕途变得秒无希望 陆游未曾想多年的寒窗苦读 竟换来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时望至极心灰意冷 返家时途经一个叫沈元的地方 半醉半醒之间 竟然看到一个与妻子唐婉极为相似的富人 伤心往事纷至塌来 一时涌上心喉 不由保沾墨水 在沈元粉墙之上 灰灰洒洒写下流传后世的爱情绝唱 拆头缝 秦桐一番算计 使得陆游与唾手可得的进士身份擦身而过 陆游再次得到进士之名时 也已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时运不济 谁让陆游的对手是秦桧的孙子呢 此时的秦桧一直处于久病缠身的状态 他对于孙子状元之位的渴求更加执着 这种愿望甚至已经到了迫切的程度 虽然秦桧已经铲除陆游这个最大对手 但是依旧绕不过那条 现任官员不能入围状元的规定 十二年前 秦桧处心积虑想让儿子秦熙成为状元 但是皇帝以祖归为由 让秦桧的算盘落空 时至今日 秦桧的棋局又走到最后一步 如何破局 老毛深算的秦桧 居然打起篡改祖宗条例的主意 他试图联合众臣 劝谏皇帝废除 现任官员不能入围状元的规定 不过还未等秦桧借机篡改祖宗立法 高宗已经向这位不可一世的秦宰相动手了 就在绍兴二十四年电视发榜前几天 宋高宗接到了一封家籍密函 这一封密函称称 湖南武刚军前头目再次造反的消息 之所以晚了半个月才上报 是因为秦桧故意向皇帝封锁消息 宋高宗对秦桧恩宠有加 但是随着秦桧越来越飞扬跋扈 宋高宗对秦桧也越发不满 现在秦桧不仅为了孙子明目张胆 欲废除祖宗条例 还处心积虑地向皇帝隐瞒重要军情 宋高宗自然气得怒发冲冠 连夜传召殿士的监考官 重新审阅了殿士的考卷 宋高宗这样做 无非想让秦桧的状元梦落空 杀杀这位秦宰相不可一世的威风 少兴二十四年 对于秦桧并不是一个好年景 久病缠身的秦桧 似乎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 夙愿再次落空 因为庄元之位上 赫人写着张孝祥三个大字 而孙子秦勋 居然连第二名榜眼都不是 仅畏惧第三名叹花之位 这大大超出了他的忍耐范围 封住惨念的秦桧万万没想到 机关算尽 到头却是一缠空 就在秦桧起的七笑生烟的时候 十年二十三岁的新科状元张孝祥 却迎来人生的巅峰时刻 张孝祥原本只是一个 无根无地的安徽生源 如今终于体会到了 金榜提名的快意 他不仅得到皇帝御笔钦提 议论正确 慈汉爽美 已为第一的美誉 而且因为丽雅秦勋拔得了头筹 得到京城许多大人的赏识 张孝祥的文章被广为传送 甚至有人专程登门求取莫报 但是常言道 福西获之所福 就在张孝祥沉浸浸在成为明星英雄的快感中时 灾祸已向他迫近 扫星二十五年十月 距离张孝祥被新典为状元仅十个月 他的身份戏剧性地从状元沦为囚犯之子 理由竟然是他的父亲降奸并谋杀表嫂 在张孝祥看来 原本安度晚年的老父亲 突然摊上这样荒唐至极的罪名 无非是因为自己超越了秦勋成为状元 其幕后黑手则众所住之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 家和国是同构的 家是小国 国是大家 所以你会去看 在中国古代皇帝就是这个国 国的家长 而父亲就是这个家的家长 所以父亲的品性 父亲的言行 直接影响着家里面的孩子 古代就认为说 一个家里边父亲怎么样 那孩子就会怎么样 父亲道德水平高 孩子道德水平就高 因此打压他的父亲 目的是打压他的儿子 旁人心里晓得此事就是秦桧的报复 但张孝祥却苦于没有任何办法能帮助父亲洗脱冤屈 依然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就在这个时候 朋友传来了一个消息 让他以如此灰的心 重新燃起一丝希望 听说几日前皇上去了秦桧 皇上去了秦桧 听说秦桧快不行了 秦桧死后 张孝祥父亲的事果然不了了之 张孝祥的生活才得以平静 为一级之死 积极营营 投机舞弊 陷害他人 甚至妄图篡改律法 然而在这一点上 秦桧始终没有如愿 就在秦桧去世不久 宋高宗正式颁布了一条法律 今后凡是有权是子弟 要参加科举考试 都要由皇帝亲自进行复试 这正是为了避免再次产生 像秦桧那样一手遮天 录取亲信子弟的弊端 不仅如此 宋高宗还取消了秦勋等的 近史头衔 打入令策 永不录用 尽管秦桧迅速舞弊 对科举的公正性产生较大影响 但是经过整顿 南宋王朝还是通过科举 选拔了大量的人才 自隋唐以来 古代科举制延续一千三百多年 直到清朝末年才废除 它不仅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 选拔人才的办法 也是一段古代官场与科场 服饰众向的真实写照 是风流武林豪杰 是落魄接下囚 唐伯虎的真实人生 有着怎样不堪回首的往事 众王所归的状元之位 背后危机重重 且看一场科举如何将一个人 从才子风流变成疯癫看不透 见证下期播出科场恩仇录第二集 风流才子的科场遗恨